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要和大家說故事 相信你們看到這個題目 都應該知道我們今天要說的是迷信的事情 事源就是我最近上網看了一個星座命盤 覺得很全面和重點 所以我就想起自己也有點迷信 很喜歡聽一些命理的故事 分享之前先讓我戴上一個小頭盔 這條影片絕對不是鼓勵大家迷信 我自己就是一個很喜歡聽這些命理的人 純粹是個人很空閒或者很迷惘 或者有朋友叫我一起陪他的時候 我就會去聽聽這些事情 然後可能有些新的brainstorm 不會是蹤過去麻木地跟隨 或者麻木地相信的 純粹是聽一些意見 看看有沒有一些新的看法 大家當故事這樣聽就可以了 在我的人生之中 第一次拿錢出來看一些占卜命理的東西 就是塔羅牌 那時候小時候 塔羅牌最有名在哪裡? 當然是廟街 所以有一天和朋友吃完晚飯 沒有什麼工作 是女生朋友 她就說不如我們去看塔羅牌 上當年我們在廟街 沒有找到最有名的塔羅斯 因為要排長龍或者要預約才可以看到 我們就找一個有幾個人在看 然後看起來很專業的 就供進去 那時候我問的是愛情 因為個人沒什麼大字 不會問一些事業的東西 我整個人都是想問愛情的 那時候我就剛剛失戀了 所以塔羅斯的十多分鐘 我也是圍繞著我的愛情運是怎樣 我會不會跟前男友複合 那我就記得 很記得的 她就跟我說了一句 阿女 你要破舊立新 那我就叮一聲覺得 啊 是啊 我不可以再糾纏在這段感情那裡了 我要尋求一個新的方向 那樣 我就整個人下定決心 去尋找我的新樹林 那之後呢 過了不久 嗯 我就跟前男友複合了 那這個經歷呢 就令我覺得其實都幾好笑 我不知道那個破舊立新 它的意思是什麼 因為其實可以兩種看法 你可以說 不要舊的戀情 要一個新的戀情 或者你是同分同一個男朋友 但是不用舊的相處方式 用一個新的方式去一起 可能會件事可以 我覺得無靈兩可 不過那時候我覺得 聽完之後 心又舒暢了 沒有那麼壓住壓住 那也是一個 給錢解決了我的心情煩惱的方法來的 若干年後 那我就有第二次在銀包拿錢出來 去看這些占卜命理 就是看百字命盤了 我想說呢 其實本人就非常非常懶惰的 其實我身邊很多朋友 每一年都會去看榴槤 看命盤 看這個看那樣的 那我一直以來都沒有想著跟他們 直到有一個朋友跟我說 我看的那個是在你家附近的 那我就覺得 嘩 很棒 這個正合我心意 就約了在家附近的一間咖啡店 給了八字 然後他給了一張A4字 我趕了一個多小時 那我就拿了那張A4字回家 那我就一直保持到現在 唉 我一直很努力很努力地找 我知道他大約在哪裡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 要找他的時候 他就不出現了 那所以我就唯有憑記憶 和大家說一下那張紙上面說了什麼 這一次看病盤 我就真的落重本了 我用了五百元的 對我來說 已經覺得有少少貴 那他那張A4紙上面 就有我的名格 然後就說了一些我小時候的東西 其實說以前的東西 我覺得他的準確程度 就大約60% 例如說性格那些 就比較準的 但是可能說到家裡那些 就一般的 有些都不是特別說到一些重點出來 但是 他說關於未來的東西 我就覺得 有一件事是很有趣想和大家分享 就是關於寵物 我記得那個名牌 是有說過 我的人生應該有貓有狗 而這樣也是對我的人生好 沒有特地把這件事放在腦袋裡 因為其實家裡人 就不是特別喜歡養寵物的 但是呢 在若干年後 一隻貓和一隻狗 就進駐了我的生命 其實呢 也不是因為這個命格 或者命盤 而去促使這件事發生的 小吉就是我弟弟在街邊救回來的 然後Chopper就是我男朋友很想養狗 所以我就養了在家裡 所以呢 我也覺得這件事是很神奇 好像冥冥中 真的注定了我有一貓一狗 而第二件事呢 其實我希望他不要準確 就是他批到我的命格裡面 在我43歲 是會有外遇發生的 是我有外遇 這件事呢 我也不介意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經常跟我自己的朋友 甚至我男朋友都會知道的 就是看這個命盤的時候 是很有衝擊的一個句子 就是我43歲的時候 會有外遇發生 所以呢 我也很緊張 究竟外遇發生什麼事 我自己是一個挺抗拒這些東西的人 所以這件事 不可能會發生在我身上 我也挺肯定 究竟在43歲的時候 我是不是真的有第二春呢 大家拭目以待 我只能找回介紹我的朋友 我能找回看這個命盤的人的Whatsapp 但他說他沒有留下 我覺得很傷心 我給了500元但我不見了一張紙 我心痛啊 Anyway 就去到第三件事 就是一本書 就是它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本書 叫做The Book of Ancest 我是買的時候 是Page 1 就是現在已經結束了的一個書局 所以 如果你問我現在哪裡都買 我真的回答你不到 上當年我買的時候 是200元的 這本書呢 非常非常神奇 沒錯 我們要一個神奇的氛圍去說它 因為它裡面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單據 你看到每一項頁 都是很簡單一行字的 它是怎樣用的呢 就是你心裡想一個問題 當你很迷惘 或者需要一個答案的時候 你就 隨便 打開一頁 它就會出了一個答案給你 這個答案其實有時候都很吸引 當然它不會告訴你 譬如說 綠合彩是什麼 然後就給了一堆號碼 因為它是設定好內容 所以它都是一些 給你一些方向的東西 例如剛才我說 想找那個名盤的時候 我都有找過這本書 我第一個就問他 我究竟會不會找到我想找的東西 他回答我 是否很恐怖 有沒有無管凍 然後我就問他 那我應該在哪裡找到 他就回答我 是 You should follow your intentions 之後 我就放棄了去找那個名盤 因為 我覺得如果要跟隨我自己的心意 就是 只要我不找他 他就會出來 所以 我就馬上開機拍片 那我現在就不如示範給大家看這個神聖的moment 乖啊 我最近拍片 就有點迷失 沒有什麼方向感 那我應該怎樣做呢 他的答案就是 Better to wait 好了 我的心情已經平復回來了 其實我看到這個答案有點激動 因為我最近真的拍片 去到一個不知道拍什麼 topic 但我一個星期要有兩條片 所以個人一直有一種無形的壓力 不斷逼自己 每一天都要想 我接下來有什麼題目可以拍 我要寫下他 有什麼大家有興趣 那看完 這一句呢 其實我有一點覺得 嗯 都對的 我應該 靠一下 等一下 那可能呢 就會好一點的了 那這本書經常 往往都會有一種感覺 給我就是 個人 有一下 將某一些的緊張 釋放了 我不是鼓吹大家要買這本書 因為其實 我剛才問完那個問題 你看了那個答案 可能大家的解讀都不同 有不同的心情 不同的經歷 你看到那個句子 你的反應都不一樣 可能你會覺得 那句話 跟沒有說過 簡直沒有分別 但是可能他剛好 心中了你心裡本身的一個 struggle 他可能會幫你抒發到你的情緒 也不一定的 那這本書對我來說 就有這個作用 對了 到最後 就講關於我最近看的一個星座名判 其實就是台灣一個很出名的星座達人 唐爾陽 他以前叫唐立奇 好像 他就做了一個網頁出來 就是講一個非常詳細的星座 除了有平時我們講的太陽星座 月亮星座 還有上星星座 水星 金星 火星 土星 對 這些不同的星座 他們每一個的代表 都會是你性格 或者人格 一些不同的地方 就會很細分 例如 我的上星星座 就是石手座 他就會說我個人 衝動欠考慮 想做就做 你會看到 除了告訴你 你的上星星座是甚麼星座 有個主題之外 還有一大段文字去解釋 最近我不是出過一條片 是關於整理房間的 大家都在疑惑 為什麼我一個處女座 這麼不整齊 這麼髒 房去到這麼凌亂 我看到這個處女座 如果在太陽星座來說 其實 他一生都是向往專業 追求專業 盡量將每件事做到極致 裡面是沒有說到 我個人應該是整齊 所以 非常重 其實我小時候開始 已經很八卦 雜誌的每月之星 每周星座運程 戀愛指數 幸運的顏色 我通通都會看完 甚至大了 我會去研究一下星座 然後看一些朋友 跟他的星座 是不是真的 性格是合的 但是我發現 星座只有12個人 性格 一定不止12那麼少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星座命盤 是蠻全面的 但每一個人的組合 基本上都是不同的 加起來 才會是一個獨特 獨特的人 整件事 就會更加具體 大家都可以試試玩一下 因為不用錢 你們玩完的時候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覺得準不準確 和你的性格 是不是真的這麼符合 因為我真的覺得 說得很重 那些東西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跟大家分享了 一些人生小故事 關於占卜和命理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留言 分享你的故事 告訴我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聽故事 最近有朋友 又介紹了一個 他說非常準確 又是看命格的人 在旺角那邊 他說不貴 我有點心思思 又想聽一下故事 今天是一個迷信小heide 那也是那句 大家就算喜歡聽這些 喜歡玩這些 也好 千萬不要過分 撞著頭 不然你就會跟著別人 告訴你 的東西走 而不是走自己的道路 我覺得 雖然可能 真的有一件事 叫做命運 但是路是自己走出來的 用自己的直覺 用自己的感覺 去走一條自己覺得 對的路 其實都 無悔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聽這些小故事 你們都可以告訴我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 CHANNEL 我每個星期都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更三 以及星期日間週十二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